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为了吃饭 师父在二楼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 让我住了下来 条件嘛还算不错 房子也很干净 一张单人床 一个长沙发 还有一个条桌 唯一就是缺了一台电视 要不然就跟住宾馆也差不多了 看这个摆设应该是他家的客房 既然当了学徒 就得跟师父住在一起 以便随时猜浅 吃师父 住师父的都是理所当然 当然也不能吃白食 得为师父干活 这是行规 师父 有啥活 你就尽管吩咐 我十分内行的对师父说着 你小子 别嘴上买怪 下地种田去 你愿意吗 我师父白了我一眼 就进李屋去了 我知道他家的田早就不种了 只种了几分地的菜园子 根本就用不着我插手 所以我才会这么说的 没想到这老爷子还生气了 真是小气 不大一会儿他从李屋拿出了一本 发黄的现状书 扔到我的面前说道 我这儿没活干 但是你也不能吃白食 这上面的东西 你得给我倒背如流 我瞟了一眼 那本发黄的现状书 不算太厚 但是得有些年头了 纸都黄了 心里一激动 我就说道 师父 这 这不会是你从古书底下 挖出来的古书吧 我不可以 什么古书 你心思都放到哪儿去了 静听他们瞎扯的 古书底下如果真有古书 还能等到我来挖 这是六十花甲子 最基础的东西 入门必学 各个书店也都有卖的 不过 我这是老板本的 都传了好几代人来 你翻的时候 小心一点 我抹了一把 嘴上的托马星子说 师父 你放心吧 我一定完成任务 啃也把它啃下去 九疯子扔下一条烟说 茶叶在茶叶罐子里 你自己拿 烟愁完了 你知一声 我一看 师父扔下的这条烟 居然是大中华 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慌忙把烟捡起来 递给九疯子说 师父 这 这烟我不能抽 太贵了 九疯子说 抽吧 我这儿没其他烟 背夹子很枯燥的 跟着我学徒 我不会让你吃亏 师父走了之后 我高兴的差点跳起来 抽了一只大中华 吊在嘴上 体验着有钱人的生活 对了 还得泡杯茶 打开装茶叶的玻璃罐 顿时感到清香扑鼻 不用说 这茶叶也是上等的好茶 虽然叫不上是什么名字 但是我估计少了几百块 肯定买不下来 这些东西 我估计并不是九疯子 自己花钱买的 而是有求于他的人 送给他的 所以他才对我这么大方 我坐在椅子上 美滋滋的抽着大中华 品着几百块钱的香茶 心里面一舒展 忍不住就把脚伸到了条桌上 心里面想着 这才是有品味的生活呀 正暗暗得意呢 忽然听到门外 有脚步声传过来 立即闪电般的收下了双腿 装出了一副正经为坐的姿态 随着一阵懒散的脚步声 一个黄毛小子 踢踢踏踏踏的走了进来 他光着膀子 瘦得跟排骨一样 脖子上挂着一根机项链 下着穿着一个大裤衩 踢踏着一双拖鞋 一脸的苍白 无精打采的 好像刚从坟墓里面爬出来一样 这小子大约得有十六七岁的年纪 但是身上没有一丝年轻人的着急 左耳轮上打了一串耳洞 上面别了一排女人用的水钻耳钉 亮晶晶的看起来不男不女的挺另类 我有些纳闷了 这九疯子家里怎么冒出来这么一个火宝呢 你是来当头弟的 他怪怪的看了我一眼 我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话 他不怀好意的说 前面有两个徒弟 一个吓成傻子 一个进了橘子 你是第三个 真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啊 我觉得这小子挺无聊的 也懒得搭理他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对他的感觉很是不好 不是因为他说话一扬怪气 而是他的身上带着一种阴冷怪异的气质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黄毛见我没搭理他 大概自己也觉得无趣 捂住嘴巴打了一个哈欠 毫不客气的从我放在桌上的烟盒里面抽出了一根烟 叼在了自己的嘴上 又哈 烟不错啊 有钱人 黄毛小子看了看祥阎 又看了看我 目光中带着疑惑 还有轻视 我不是有钱人 烟是师父给的 嘿 老东西 对外人倒是挺大方的 这小子 愤愤不平的哼了一声 转身就走了 我听到一连串踢他声从楼上踏到楼下 不到一会儿就听到九疯子嚷嚷的说道 你个不成器的东西 偷了我多少钱 你还要钱 你要那么多钱干啥 钱是惹祸的根苗 你知道不 我一听愣住嘞 这分明是在教训自己的孩子呀 据我所知 这九疯子没有儿子 只有两个女儿 而且早就出嫁了 这黄毛小子是谁呀 难不成是他的私生子吗 我要搬出去 你这是侵犯我的人权 对我连个外人都不弱 我干嘛要住在这 这是那黄毛小子的声音 就你这样还人权呢 你再这样下去 连狗全都没有 你还跟人家比 人家是大学生 你是啥玩意儿 你要有人家一半的务实 我就把你小子当爷公 你有吗 九疯子的火气也是很大 好 既然我在你眼里啥都不是 把钱给我 我走 没钱 有钱也不给你糟蹋 接着就听到那小子 踢踢踏踏地上楼了 然后就听到隔壁 一阵的乱想 好像是在气冲冲地 整理东西 我一想不好啊 这小子怎么无缘无故地 扯上我了 如果因为我 弃走了这位小少爷 那我得有多怨望 不行 我得劝劝他 我刚走出房门 这小子已经拖着行李箱 下了楼梯 我急忙就追上去 哎 兄弟 你这是去哪啊 别走啊 滚开 他毫不客气地推了我一掌 头也不回地出了院门 别理他 让他走 九疯子发疯一样地吼道 九疯子的媳妇急得拍着大腿 冲九疯子发火 哎呀 你真是个老糊涂 他现在无依无靠的 你让他上哪儿去啊 我一看把老太太急成这样子 连忙说道 师娘 您别着急 我去把他追回来 九疯子一把拉住我说 别管他 他爱上哪儿去 就上哪儿去 师娘急得带着哭腔说 你个九疯子 却老头 万一孩子有个闪失 这可咋办呢 我越听 越觉得奇怪呀 这黄毛小子 跟他们到底是啥关系 怎么老太太 比这老头还要关心呢 九疯子 见我一脸古怪 叹了口气说 嘿 这小子 是我大丫头的儿子 两口子忙着做生意 也赚了点钱 把他给关坏了 半年前 他夫妻两个 爽爽出了车祸 撇歇他一个着 嘿 我也只好把他领了过来 谁知道 他这副德行 真是朽目不可雕 听了九疯子的解释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小子 不但是九疯子的外孙 而且还是个富二代呀 老头子 我不管 你必须马上把他找回来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俺的亲外孙 万一 他要是出了啥事 跟你没完 老太太哭天抹泪地说着 行了 别好了 我自有分寸 你没看把这小子 灌成啥样了 整天睡到下午才起床 还窝镜打采的 都挟起上身了 今天不跑 明天也得跑 九疯子红着脸 一声大吼 老太太也不敢吱声了 我没想到黄毛小子 还挺悲惨的 年纪轻轻 父母双亡 心里面也有些不落人 就对九疯子说 师父 他现在走得还不远 不如我去把他找回来 否则 过一会儿 可就不好找了呀 九疯子 拿出手机说道 他能跑到哪儿去 如来佛手掌里的孙猴子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 我凑过去一看 发现九疯子的手机屏幕上 是一幅卫星导航的地图 果然有个小圆点正在移动 顿时惊得两眼变成了兔子 嘿呀呀 师父 行啊 你还会玩这高科技啊 哎 没办法 都是让这小兔崽子 给逼的 我早就发现 这小子不对劲 走 咱们跟着这小兔崽子 顺便出趟门 挣点零花去 九疯子对我说道 我看了九疯子一眼 一股静意 油然而生 这老头子 完全不像我原先 想象的那个样子 他几乎是个全能神呢 九疯子 换了一身行头 穿着酱紫色的 终是愁不挂子 浅灰色的休闲裤 脚灯 尖口不斜 好像是换了一个人样 对了 记着把那本书带上 没事的时候 你也得背背 九疯子出门 还不忘督促我背书 我的心头 那就很简单了 除了那本书 啥都没有 倒是师父的东西不少 除了罗盘和盗袍之外 还有杂起杂巴的一堆法技 装了一个帆布袋子 然后由我背着 这小子已经快到金水市了 咱们晚两个小时到 晚上赶到金水市也就行了 九疯子看了一眼手机 不慌不忙的说道 我和九疯子坐上村子里 开往金水市最后一辆大巴车 前往金水市而去 到了金水市已经是夜幕降临了 九疯子看了一眼手机说 这小子在金辉大酒店附近 很有可能就是住在金辉大酒店 听说那个酒店挺贵呀 真舍得烧钱 那怎么办 要不我去把他叫出来 我自告奋勇的说着 九疯子却不慌不忙的说 不用老那个石 他身上的钱是有限的 就咳着他糟蹋 我只是觉得 这小子身上有股诡计 担心他出事 不过住到高档酒店 倒是也安全 九疯子的话让我心里一惊了 诡计 这已经是九疯子第二次说黄毛小子不正常了 第一次说他邪气上身 我以为九疯子是说气话 现在想来并不是那么简单 从我看到黄毛的第一眼 我就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非常的不舒服 感觉他就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 让我从心里面产生了排斥的现象 本以为这小子不着定 所以也没有往深处想 现在听九疯子这么一说 才觉得有问题了 而且问题很严重 难道这小子被鬼上身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